古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冬雨千年路 江山万里兮 青凡月初天遇 不出不逝不远期 紫塞塞春涌飞雪 零来四季化四季 秋去黄色葡萄涌 长江再下一周期 甘有哪里山水 强死人间陷阱 吻花月圈外 少我情我离 风云千叶如雨 江山关离心 青凡月初天遇 不出不逝不远期 不出不逝不远期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大陆寻奇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大陆各地的名城名市 有系统的把各个名城名市的历史背景 地理环境 风土民情等做一番介绍 或许可以提供专业跟各地需要同学们作为参考的 第一个介绍的是内蒙古自治区 它是中国大陆最北方的一个省份 在自治区的更北方就是外蒙古了 所以它是一个边界省 我们先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去看看 呼和浩特呢 它蒙古语的意思是青涩之城 在旧世纪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着 而在春秋时代开始开发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也是新兴的工业城市 内蒙古不仅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大草原 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土地面积118万多平方公里 是全大陆土地面积的八分之一强 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草原 呼和浩特市在核桃平原之东水草丰美 早在几十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在此地生息 在呼和浩特东北部这一代 就有大摇文化的遗址 由呼和浩特出发向东北方前进 1973年在这里发现许多化石 证实了旧石器时代 有人类在此地居住 大摇文化的遗址属于大青山前丘陵地带 当地盛产碎石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石器跟动物的化石 呼和浩特民国时原名归隧 春秋战国时代赵国大将李牧 连婆等 先后拓边 设置云中圆阳两地 并大规模的逐长城开始啃植 汉朝时对云中的开墾也十分积极 到了明朝洪武 永乐两代 也曾继宋之后发展城市建设 直到清朝光绪二十八年 张之洞 岑春轩等唱到开墾正式建成 湖和浩特的开发 使张之洞等引核桃之水 开渠道运河 以灌溉农田 啃荒的人使开始聚集 湖和浩特有新旧两城 明朝隆庆六年首先建库库河豚城 清朝雍正十三年到乾隆四年 又新建了一座军事住房城 名为虽远城 也就是今天的湖和浩特城 开放之后对外招商 逐渐步向工业化城市 明朝隆庆年间 土莫特蒙古部主阿勒坦韩 受封为顺义王 他十分高兴 就跟他的夫人三娘子 共同主持新建了库库河豚城 宇洪慈寺 万历八年佛寺落城 共奉一尊银佛像 所以又名为银佛寺 蒙古的文献史籍当中 叫做阿勒坦韩照 万历十四年达赖三世喇嘛 因阿勒坦韩长子 僧格都谷愣韩之请 到大昭寺为银佛开光 并为死去的阿勒坦韩超度 诵经祝福 达赖三世这次的立临 使大昭寺 成为末南、末北、末西 第一座藏传喇嘛寺院 在推动蒙藏新关西上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阿勒坦韩的铃古安放在香殿之中 大昭寺中的建设跟殿中 供奉的佛像 都按照藏传佛教的归仪 行事而定 就连经典的宋念呢 也以藏文为主 后来竟成为蒙古佛寺的特色 蒙古籍的喇嘛按照传承 也到西藏去接受佛学教育 所以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 几乎和西藏佛教毫无差别 西立图照在霍浩特市 旧城石头像 在明朝时呢 本是一座小庙 万历年间才有了改变 在碑亭内有康熙玉制 平定《嘎尔丹记公碑》 有《汉满蒙藏文》 祭述这次的战功 西立图一是佛佛 他是达赖寺室的老师 在护送达赖入藏时呢 曾经坐在达赖的宝座上 他建的寺就以他的名字 西立图为命名了 武塔寺在霍浩特市 旧城东南部的住宅区内 他始建于清雍正五年 是一座仿印度建筑风格的 金刚座设立宝塔 公元前三十三年 王昭军被汉原帝远嫁到内蒙古 与匈奴首领呼喊爷禅于成亲 使当时中原的汉朝 与塞外的匈奴 有了长期的和平相处 王昭军是南郡子归人 汉原帝时被选入宫 靖宁元年嫁到匈奴 呼喊爷禅于死后 在依匈奴习俗 改嫁呼喊爷禅于的儿子 他死后葬于呼和浩特市南 大黑河的南岸 呼和浩特在殷山南路 真正加速他开发的脚步 是在民国之后 尤其最近十年进步更为快速 呼和浩特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像这座寺院大约建在清康熙 三十三年以前 清乾隆五十四年扩建之后 成为当地最大的清真寺 这座清真大寺是穆斯林的聚会之地 每逢礼拜时总是有涌挤的人潮 呼和浩特自古就是 防止胡人南下木马的屏障 加以核桃的腹树 卧野千里 水草丰美 既可耕种又可畜牧 丰富的天然资源前途未可限量 内蒙古自治区有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水草而居 每年夏天草长马壮 是非常值得庆幸跟欢乐的时刻 草原上的人们常举办很多的活动 而现在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草原风情 内蒙自治区草原的面积大约占了三分之二 大略是四个广东省的总和 矿产资源包括了煤 钢 铝等 森林面积居全国之冠 其他像是石膏 石灰 芒销 羊毛等的产量 也颇为丰富 成吉思汗出生于呼伦贝尔盟的西北 是蒙古族统一政权的建立者 他先后击败了各部落统一全蒙古 被推举为大汗 上尊号为成吉思汗 制定军事政治等制度 并且开始使用文字 西元1210年进攻西夏 第二年再陆续两次向金进攻 并占领了京中都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 1219年发动蒙古军首次西征 把势力扩张到中亚地区和南厄 126年再次攻西夏 第二年并逝于甘肃 他被追尊为元太祖 凌木归葬于内蒙一金破络 蒙古继兵票害勇敢 他们自小在马背上长大的 人人都是骑射好手 摔跤是蒙古族的活动之一 在相互摔跤的过程当中 点到为止并不伤人的 一年一度的纳达木大会 在每年夏季举行 这个盛会起源自1225年 成吉思汗战胜花辣子摩 所举行的庆功大会 在大会中要举行三项男子竞技 就是赛马射箭跟摔跤 主要是表现蒙古族 驰骋草原的雄风 现代的纳达木大会 则又加了许多新的项目 这顶灯顶碗舞 是伊克赵蒙 厄尔多斯蒙古族 从元代传承下来的 传统民间舞蹈 动作非常优美 常常在宴会中 一人或多人同时表演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青青的草原上 成群的牲口正是牧人的财富 它们逐水草而居 生活无忧 充满了北国浪漫风情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一整个夏天都在草原上度过 冬天带着牲口回到家中 这种草原植物名为沙葱 细小空心的金 有着强烈的葱味 是吃羊肉食不能少的配料 在蒙古草原上呢 经常能够看到这样工作的人 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是在采收法菜 法菜生长在草原上 秋天是采收季节 用耙子从草上拉过 然后取下法菜 是相当费工的事 今年来法菜的生产量 已经大为减少 一样的昂贵 蒙古名歌中的长调流行于牧区 结构比较自由 题材集中表现在 思香 思青 赞马 酒歌等 是草原儿女 说发情感的表达方式 蒙古族的乐器 以马头琴最具特色 它的琴声低沉优越 如气如素 配合上高亢的歌声 非常迷人 夏天的草原上 有美丽的蒙古包 这是牧人的家 烤羊腿 煮羊肉 都是道地的美食 蒙古人都随身带着小刀 是用来在餐桌上切羊肉片的 还有蟹肠 沙葱 都是草原上的日常食物 蒙古人豪爽 热情奔放 对外来客人极为尊敬 以哈达敬酒 表达最高诚意 就上不来的感觉就 好 谢谢 是 出品 您 如果还有 内蒙古的各民族 在生习 繁衍 兴盛发达的历史过程当中 为人类物质文明做了贡献 也创造了独特的草原文化 其中武道的发展 可以追溯到樱山岩画 先民们用岩画形式 记录了内容丰富的古代武道文化 归纳起来可分为宗教 宫廷 民间五道三大类 以狩猎 鱼木及各种生活细节 作为主题 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艺术项目 在一个月之前 我们的两组工作同仁是分头到云南 来进行拍摄工作 一共是两个系列的专题报道 一个是珠江水系 另外一个是山区风情 在山区工作是非常愉快跟忘忧的 尤其能够再见丽江 真是令人非常愉快 因为他在几年之前曾经受到强烈地震的影响 城市被破坏的是体无完肤 而今天新建 他从废墟中重生了 感到十分的欣慰 现在我们再游丽江 我们再游丽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一致通过 把丽江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此丽江古城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的财产 五凤楼是福国寺法云阁的俗称 楼高二十公尺 有三十二根柱子落地 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五个飞角 玉龙雪山 融雪之水 最先渗流到黑龙潭 然后片流到丽江古城内 接到半河而设 户户林渠 推门就见清泉流水 时时聆听泉水从称 被誉为是中国最科学的古建筑布局 墓府又被称为丽江军民总管府 是明代墓士土司所建的宫室 他的建筑形式完全模仿北京紫禁城的格局 占地大约是一百亩以上 明朝鸿武十四年 朱元璋派使者招降云南梁王和大理断世 但是使者被驱逐出境 于是明朝派三十万大军破大理 丽江宣府司阿列阿甲率众归降 并协助明军征讨西南 朱元璋赐他姓穆 世袭丽江吐司 穆士后代子孙都袭汉文 学袭汉礼 玉龙雪山脚下白沙村的大宝基宫中 有极为珍贵的壁画 现存的壁画有三十多幅 其中这幅如来佛的壁画是最大的 他正宗画着如来佛 上面画有十八尊者 两侧画的是道教神像 下面是密教三护法神 画面里面有多主教派 还有久不止 其他人都是多了 全大要求其他人的壁画 全大要求其他人的壁画 就是疑惑家也有大量 这几个手术 这有6年 录樊书 我们在这裁判 铺子 这也是很大 有6年 有6年 今後 远新的廣经 第二次是道教第二次 教面没有大帽宗那些都是密祖教 密宗也叫小池夫教 修明的大型帽宗那些都是 hundred色 但是我们用像一个一段 resort 那边两个支持我们的道教里面的是道教 明代丽江纳西族牧师吐司 采取开放政策 支持基族山川西等地的宗教活动 和寺庙的建筑 也在丽江大兴土牧 公事之利你与王者 丽江壁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从明初到明末的两百多年之间 有许多画家接手续画 所以是集体的创作 整幅画气势辉煌 人物众多 而且多教并存 形成极具特色的壁画 白沙壁画结合了汉 藏 纳西 三族艺术风格 并将之巧妙地予以融合 笔法兼有中原跟藏画的技巧 是非常珍贵 难得一见的画风 丽江虽然遭遇过地震的浩劫 但在重建时严格规定 古城当中的房屋一定要按照原样修复 以保持古城原貌 新的建筑全集中在新市区 高楼建筑不许进古城的 执行极为严格跟彻底 才能赢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睐 丽江古城是由白沙古镇 树河古镇 大岩古城三组建筑 结合为一体的 在主体部分是大岩古城 位在丽江坝子的中部 始建于南宋末年 近千年来是滇西北政治经济等的中心 丽江古城中家家门前都有清澈的流水 成为最具特色的景观 因为地形的不同 丽江地区是典型的立体气候区 随海拔的不同 气温也不同 古城中夏无酷暑 因此许多观光客 常常选择在丽江度过夏天 而冬天则又温暖如春 丰沛的水资源 为丽江古城增添无限风情 主妇在河边洗衣的情景 更增添古城的风韵 这口三眼井从古代时呢 就清楚地划分 上食 饮用 中堂 洗菜 下流 瓢衣 大家遵守不备 现在百姓饮用自来水 泉水只能冲洗涤用 时代进步了 人们更了解卫生的重要 即使用泉水洗干净了 还得用自来水再冲一遍 丽江古城在明代时就已经聚相当规模 清代更成为上通西藏印度 国际茶马古道的集散中心 下达大理昆明的咽喉种地 在抗战时期呢 这里是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丽江古城以它的立职天成 而闻名国际 在十年之前 每周呢 只有两班飞机往返 现在每天有十六个班次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古城早已成为观光客的最爱 白天在这里体会水乡风情 晚间回到新城的星级饭店 想不到一座古城 竟为丽江带来如此大的商机 大陆全期长期播出以来呢 介绍很多的山川圣景 跟文化遗产 而吃喝玩乐等生活趣事呢 更是颇受欢迎 就戏曲呈现方面而言 大江南北可是各具风情的 像唐山皮影戏呢 在中国大陆颇富盛名 同时每年呢 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公演的 获得一致的推崇 说到唐山皮影戏呢 有人说 它达到视听的最高级的享受 有人说比卡通更有趣 现在呢 我们播出一段漂亮的皮影戏演出 它叫刮东鼠 是 在这边的皮影戏里面 在这边的皮影戏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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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